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安慰學術師傲 未出發,在維園又熱又悶 當然是表達一下訴求 射中便應騙阿公阿婆投票 這是共產黨的手段 不過,2點多 人數真的比去年少 我們對於今年的游行 都是有信心的 希望可以維持去年的水平 以及所有參與過月上運動的朋友 都今天不要放棄 繼續堅持一齊出來 隊頭就3點出發 除了大會主題 這兩句連連都有的口號 響遍銅鑼灣 經過一場這麼大的佔領運動之後 人們可能需要沉澱一下思維 所以今年的人數會比較少 有些是意料中少 有些人覺得政改已經被推翻 等有事發生 我覺得不是 我們要爭取才有事發生 維持銅鑼灣 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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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覺得香港進入了第二個階段 七一這個遊行 其實都是大家在雨上運動之後 能夠要起來再做過 這兩三個星期 我估計大家都看到 我們期望什麼人 什麼質素的議員 能夠為香港做事 沿路的街邊 都有市民舉皇席 以及要求真普選的標語打起 民陣沿路又呼籲 市民特別是青年要登記做選民 因為現在選民比例 以中年和老人多些 怕長者而被建制派控制 而民陣在七點宣布 今年總共有四萬八千人參與 創了03年第三低 警方說高峰期有二萬人遊行